马太福音27章12到14节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 什么都不回答 比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一致巡抚圣觉稀奇 当耶稣被卖 然后押到巡抚面前时 面对祭司长和长老 以及一些见证人的控告 按罗马法律规定 被控告的人如果不为自己辩护 应该再给他三次机会 使他有机会改变心意 为自己辩护 然后才可以宣判 如果被控告者一直不为自己辩护 那法庭就宣告罪名成立 而耶稣却三次都不说话 不回答 这也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7节的预言 他被弃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历史历代许多的圣徒 也都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但愿我们无论在家中 夫妻或亲子之间 在教会弟兄姐妹和同工之间 也都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甘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面对批评误会和控告攻击 不反击不报复 默默地吃下去